他凭什么敢跟书生线下开枪 凭这个大门够不够 大家好 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对局 何池打康少 说到何池打康少呢 我感觉何池刚开始 是没有把这个康少放在眼里的 我们可以看到他用的是这个三神器 想要打荷兰 想要一边赢 一边秀对手 看看他能不能达到他的目的 这波也是被抓的 落地想要赞必抓 还行 直接被反抓了 感觉他这个摇杆不太灵 第一时间冲过去 老是没冲过去 过来 倒地 继续 继续 漂亮 这个炮后非常妙 这个炮后可以防止对手 跑抓 也可以把这个安全距离拉开之后 有主动进攻的招 对主持 真身过来掏下盘 这一种招在何老二面前巨人赶出 但何老二没有抓住这一次机会 巨人下A两点的时候 白白浪 这一次机会继续续组织进攻 再一次倒立了 可以的哈 下B左 铁球粉碎机 这下完蛋了 大跳入哈 下期附阵 大家对康绍可能不太熟悉哈 在去年的时候 在线下 跟某生打了两场比赛哈 开枪散的 开枪散的 只是差点没开成哈 广市不多提哈 我们看这一局 招开枪散的 推倒了 对 直接推 不太妙 很烦人的注射 哎 这一把生龙还是有想法 但是打早了 而且 距离捋得太远了 好 草剔上来 他本来上草剔就想要秀一秀这个 康绍哈 但是康绍 不吃他的招 头上服也是非常的帅 很快 哎 又是一次头上服啊 零界点的头上服 逆向防住 直接拦着穿吸过来 第三段 嗯 剪破烂 手底霸神要打这个大门 感觉不好搞啊 刚好踩中乱动 手底霸神最大的这个 缺点没气啊 有气你要打大门 感觉他也不怕你 头上服 打对空 还敢冲 还敢冲 好危险 空险 这一下交枪吧 交枪不杀 就这么反了 好 管者学修 可以走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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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